Apple推出了不少iPhone iPhone X或以下的機型和iPhone XS或以上的機型 使用NFC的功能都會有少少不同 我們稍後會講解一下如何使用iPhone去使用NFC 在iPhone X或以下的手機 你需要做少少事情去開啟NFC的按鈕 我們要去到控制中心這一欄 去找回NFC的按鈕 但你會看到這裡還未有NFC的按鈕 我們就要開啟NFC 究竟要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要去到設定這裡 拉落少少找回控制中心這一欄 然後按進去 拉到最底會看到有NFC標籤閱讀器 我們按左手邊的加號 拉到最底會看到控制中心裡已經有NFC標籤閱讀器 那我們就可以去到控制中心這裡 我們找回NFC標籤閱讀器這個按鈕 我們按一下 之後就可以拍你NFC的產品 然後就可以使用NFC的按鈕 剛才講解了iPhone X或以下手機的機型 但iPhone X或以上的機型的做法都會有點不同 不過這個就很簡單 你只需要拿起NFC的產品 之後你在iPhone的頂部這個位置拍一拍 那你就可以使用NFC的功能 在你使用NFC的產品的時候 有機會無法檢查你的NFC標籤 其實是因為你拍的位置可能是有點不準確的 例如iPhone 通常會在iPhone的頂部這個位置 你只需要在iPhone頂部的位置輕輕一拍 你就可以使用NFC的產品了